詞曲 李宗盛 尊敬的梁振英特首 尊敬的吳伯雄榮譽主席 尊敬的張曉明主任 尊敬的各位來賓 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 很榮幸獲邀出席第三屆 兩岸及香港經濟日報 財經高峰論壇 這是我第二次參加本論壇活動 回想2011年今秋 首屆論壇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 當時的盛況仍然歷歷在目 轉眼兩年過去 論壇已經初步建立了品牌和影響力 為推進兩岸三地的合作與發展 發揮了積極作用 今天兩岸三地的財經精英又先距香港 深入探討兩岸及香港經貿金融合作 人民幣國際化以及打造國際知名品牌等問題 尋求大中華經濟新機遇 我僅代表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向籌辦本次生會的三地經濟日報 特別是陳辦發香港經濟日報 表示衷心的感謝 並預祝本屆論壇再接受國 機遇蘊含在變動中 從世界經濟看 全球化深入發展 世界經濟重心繼續向亞太轉移 區域經濟合作翻新為愛 兩岸三地得地利之變 從內地經濟看 改革開放繼續深入 加快發展服務業 推進城鎮化建設 實時走出去戰略 運航無限三級 為港台資本的參與拓展了空間 機遇應當很好把握 把握機遇更需合作 兩岸三地各有所長 也各有所需 可以通過互補互利的合作 共險資源 共同發展 共贏未來 內地市場廣闊 要素成本較低 生產能力強 香港服務業完善 金融發達 知識產權保護嚴格 台灣資本和技術密集型 製造業先進 信息產業水平高 整合這些優勢和資源 可以共同發展知識經濟 現代服務業和高端製造業 聯手打造國際知名品牌 作為合作的政策平台 SIPA和IGFA 為兩岸三地合作 提供了極致化安排 注入了新的動力 香港一直在兩岸三地合作中 處於獨特地位 當前還可以在如下兩方面 發揮積極作用 一是穩步發展 離岸人民幣業務 機位人民幣走出去提供試驗場 也為香港提升國際金融競爭力 再創新優勢 二是積極參與深圳前海 珠海橫情 廣州南沙的開發 協助國家以開放促改革 發揮這三個平台 在對香港開放 和學習借鑑香港方面的先行作用 以及深化粵港澳合作的示範作用 需要說明的是 內地對香港的開放政策和優惠措施 只要在港臺灣企業 符合香港服務提供者的標準 都可以通過CIPA試用 中央政府也將一如既往地 支持香港與臺灣加強 經貿聯繫與合作 機遇青來有準備者 回首過去 香港抓住了一個又一個機遇 創造了香港奇蹟 確立了國際地位 也為內地的改革開放 和兩岸的和平發展 做出了歷史性貢獻 但人民也注意到 隨著內外環境的變化 香港的某些優勢有所弱化 周邊國家和地區 特別是珠三角城市的 快速追趕 使香港面臨的競爭壓力 越來越大 梁振英先生競選行政長官時提出的 穩中求變 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的政干 就反映了 就反映了這種憂患意識 反映了香港社會的主流民意 展望未來 我想說 在激烈競爭的世界經濟 在激烈競爭的世界經濟 湍流中 香港就像一夜 逆水而行的扁舟 不禁折腿 在稍縱濟勢的發展機遇面前 香港要提述 感人又自強 我更想說 香港是實行一國兩制的 特別行政區 有偉大祖國做堅強後盾 有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 和先行先事的政策優勢 有雄厚的經濟基礎 香港的發展條件 依然得天獨厚 只要感人發言拼搏進取 靈活變通 不甘仁厚的創業精神 營造有利於發展的社會環境 齊心協力 搶抓新機遇 謀求新發展 香港就一定能夠在大中華經濟中 大展伸手 再創輝煌 為實現中國夢 做出自己獨特的貢獻 謝謝大家